現在齁 荔平已經改於 這個 切那個鞋子的方向了 對不對 我認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從鋼杜城 調出來 沒錯 到時候有荔平的發力 還有將軍的金工廠 我們就要把鋼杜城的分辟 百里幾公園金的辛苦 而且也有鋼杜城的分辟 沒有這條鋼杜城的肉身 所以我趴上 拿早晩婚禮 趕這個機會是一個叫 把鋼杜城印出來 這樣才可以救我爸 小姐 你真的要這樣做嗎 你竟然一直到現在 還是沒辦法確定說 金妹的分辟 是不是有在她的辛苦裡面 我真確定 因為 我以前也太看到 我雲杜城白白的婚 很用力 想要盡頭鋼杜城的控制 此時我就要跟我說一句 雅姐 快點 快點 走 阿姨 你大聲大名 這下來 這再說 這 你也是的 來 先坐 雖然那個時候 只要歸表這而已 不過我先鋼杜城 那個時候 就是我雲杏爸爸 我可能幫她不管 如果是這樣 就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想 今天一定很想要趕出來 看你的手 怕紅燈 親身 幫你交好心態 我也是這樣想的 靜月 你不是會刺的 家鋒跟那個 叫衛生產的女孩 叫什麼 叫什麼 他們兩個真的是有實力 但是 他們兩個也不知道 在那個家裡 我們什麼 我們覺得很嚴重 後來 經過我在跟他們問 衛生產的這麼說 他暗戀 家鋒已經暗戀很久了 但是他跟家鋒告白 所謂記轉 他們真的越說越不開心 我們覺得很嚴重 怎麼這樣 對 我跟阿蘇認為 這件事不太單純 不過我跟家鋒跟月三三 說話一樣 對啦 家鋒的DNA 跟電報告 我們大家都看過了 可是說 在那裡 裡面那個家鋒 不喜歡本的家鋒 在我們面前 這個家鋒 又變得更差不一樣 我在想 這不是 又想在工程前 發出的控制 真的這樣 也只有這樣才說得通 如果沒辦法 在工程前 見縫插陣 一直做出 對用心不理的事情 甚至我現在有危機 他還剩下阿伯 導致使命 加工園區的結尾 八歲等不一樣 這真的不合理 如果是這樣 那就要先順加縫的意 如果要讓事情 繼續發電下去 甚至我們都要想辦法 把這個計劃變得更大 看是不是可以 順風撒斗青 和在後面操控的工程 先丟出來 做一件好事 要看 眼睛怎麼會被破 阿伯 阿伯 是不是真心啊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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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歡迎 不 我給我一下 我給我一下 當政材跟我進行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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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確定 等他先過來才知道 當政材 我想 你有可能聽得到 我們在講過 要之前做不到 很多事情 不過 由到你的情人 尤其是你的夫人 要怎麼算 你帶我趕緊一身 不然 我會不會整個 你在煩惱阿 阿伯 阿伯 他剛才眼睛 用八斤回來 你 是不是已經清清了 你趕快檢查一下好不好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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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得過來 之前是為了家風 當初六百季的事情 在背後 現在 好像沒有事情一樣 唉 大家都跟機能嘛 對不對 我們就跟機能一樣 我知道 我們已經想出 改革的辦法 我需要跟過家 全部都打敗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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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只有我拐心要离开这个世界 否则,任何人都没有材料毁掉我 江老神的父亲,我们好来听见 那是因为,我找的方言和我解决的东西 你现在说什么? 黑色方言凶改毒 这哪有可能啊? 你也知道,晴天五星,晚上发现中脑痕 我也是用黑色的力量寄云母子 这一时好多,改毒方言 那黑色真的很适合呢 那真的可以叫晴天五星吗? 还是你用什么办法可以做这个黑色 造成危害了? 你先不要这么紧张 好赶紧,我以后有急事出现跟他做资料 好赖的朋友,我还帮我更大的聪明 好赖紧 对啦,这黑色是才有狗狗的 对啦,你们就要自己顾好事 那没问题啊,会死刮借了 你放心啦,我们这条芒果的 没人知道,把他带出去变回变回变回 你们说,杜生的粉片 开始拆... 开始拆拆在那儿芒果的心里 其实之前我们就在怀疑了 后来有听到杨杰说 他开始看到芒果的粉片 有现身很短的时间 而且,芒果的警告有危险 又快走 所以这个庆祟我们就在怀疑了 就是杜生的粉片 要在今年的心胸 他才会跑去跟雷萍煽动 让雷萍煽动 让雷萍做不到事 那... 那这样说起来 之前... 当时他对我所说的那位 他就公布是在骗我了 他带到暗生风 他要... 要跟欧元金的生活里面 他带自己好好来调用身体 帮我来对付人 他说... 他说... 黑色风云 跟街头的时候 他应该有感免掉 至今早来说 看他自己的身体有更增 这就像... 黑色在廟外出头的时候 同样 他就在那样 嘟口的时间来出 唉... 说到这个厨礼品 也很害怕 他怎么这么厚度 就准说 他十五孙看得多年快 他也不应该去讨厨 那本厨礁 唉... 没想到... 他自己就知道 法师的人 怎样不知道 这种情感 阿嬷 阿嬷 阿嬷一回事 真的没这种想法了 因为都令人 晴天阿伯 是甘老师的病夫 这个禁止对白鱼 会保守同样 要让我让阿嬷 没做事 跟他煽动 利用他 改善奉言 这样说到是 就能刮到阿嬷 他真的没做 就是要拿到厨礁 这样 就没让人做事 奉陪几位 他开始了 真没用 他这么想要拿到厨礁 就是以望跟我们所有的集团 都听着老百来 他才 跟家锋下酒 利用家锋来做他的扒酒 你现在说 道行对你好心下酒 那如果没家锋 没台没机 怎会做出什么 对他用心不理的事 而且 他又快要串通了 要来海外药 这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把港道行的法事控制住的 真正好 我都是太坚弱症 我没有勇气来做董事 我这边不一样 我绝对面又犯一样的错误 为了大家 至为了我们阿嬷的安全 我只要清醒 我来送他上路 看他这样心里我都很乖 阿嬷 你不要这么去做 就算说 你真的把阿公的肉身毁掉了 也没办法夾到 就可以改过的问题了 而且 阿公是第十八千 运针阿姐的辛苦 甚至做 相爱的事情是怎么办 是啊 阿嬷 没人都没钱 又不用怎么办 所以 我又不够匆忙 要港道行宣派了 不然我们现在就要怎么做才好 感觉 你能把眼睛紧紧 再看他去扶一扶一扶 我们又什么都没办法做 当然不是啦 要对付港道行这种人 就要一步一步来啦 每一步都要很小的年 我都去他参照好小 我要设这个球 利用港道行宣派的故事 带他一条 事起到的时候 做一次把它收起来 我港道行的故事这么紧张 要骗过他 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大家 一定要保障配合 带大家赌掉 不要 让他永远没机会 不欠人 你跟你的家伙跟我说 看有什么地方 我能到三天 我一定准备配合 就算了我犧牲这条命 我也愿意 没这么严重 我说 不需要你去生那些人 只是说 我想要照顾你的人命 如果真的有你的人命 如果这样 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怎么说 这一天 假封开日月星饭店 还有巴伐利亚 甚至新疗用公司 他们的合作案 出一个大包 好赶在你出面来解割 现在我需要 靠你跟金夫林的关系 来跟我们打三天 我有讨论出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就是我 最关键的任务 就是金夫林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办法 稍后他跟我们打三天 听起来 好像是要做什么危害的事 如果是要对那种感性 又高贵的人 用正当的手法 根本是没什么导演为人 所以我不只要用一些手段 也不过我们跟她保证 金夫林 只要在他那里面就好了 剩下一些危害的部分 绝对不让他摸到 也保证 可以让他清清清清 安全更加深 金夫林是我很好的朋友 若是要拜托他打三天 所以去上海就他的名声 我也对他不得罪 但是很久 既然你把我保证 你不去让他摸到垃圾 这样我就相信你 先给他洗一口 可是金夫林 如果真的可以跟我们打三天 连我们这个结尾 就定义成功一半 不用跟他洗脱下了 他是工德性 也是我的生活 还能不会 花开 一会 工德性 这可以 每个人都来了 又不是 那个人 这个人